你也是啊 你太累了啊 多休息吧 你也是要比你休息 你别太累了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 妈也这么熟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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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就走不了了 你快给我回头 你给我了 你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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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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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别跑了 妈 别跑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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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等好 妈 妈 那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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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со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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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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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进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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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艾阳叔带你们去喂买 好不好 先去买雪糕吃好不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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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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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花泊长夜的流星 风吹起的石河万里无语 没事啊 没事啊 还要是带你来吃饭子啊 带雪糕吃啊 带雪糕吃啊 你好 你好 是笋子和小芳吗 对 你好 我是笋子 你好 我是许红豆 那个黄欣欣啊开会去了 让我和谢总来接你们 谢 那是我们谢总 你找谁 你是许红豆吧 对对对 我是谢智瑶的阿爸 谢叔叔 你好 别动别动别动 坐着坐着 坐坐 坐 您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你不碰上了吗 随便聊聊 行 我听阿姚他阿美说 你说话呀 阿姚听得进去 不是 这可能有误会 我跟她呀 主要是聊店里的事 那正好 我就是说店里的事 你看能不能给我点意见 行 那您说 你看啊 这云淼是个乡下地方 这年轻人啊 读书读都好的 都往大城市里跑 读书不好的呀 这脑筋灵光的呀 想开个车啊 做个生意的 这都去双廊 去喜仲 去古镇 去那些红火的地方 你说这云淼这小地方 你扯破了喉咙喊 能来惊人 您分析得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因为毕竟发展起来之前 那些都是 小的渔村和古镇嘛 是吧 是啊 这就和我们在市场里 批发花财是一样的 一开始做的人手 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 嗯 店大了吧 卖得多 顾客多 你这货源好啊 人家这个 供花的居地 就愿意把这些 这个稀有品种 还有这个最好的花菜 最好的价格都给你 嗯 你店大 对吧 是 你顾客多 你卖得多 你的店就越来越大 你说这刚开的小店 哪能和这些大店去争 诶 您说的对 是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 也不能完全这么比吧 你看啊 毕竟店里进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旅游的地方啊 它每个地方 风景它不同 是吧 好 不怎么比 那我说这个啊 咱就单说阿姚 当年啊 他妈出去打批 就是为了让她好好读书 能够走出去 能够离开这个小地方 别再受穷 还有可争气了 靠到北京去了 在北京有好工作 挣得也多 要回来 把这几年挣的钱啊 全投进去了 还带上了款 这几年就 无底洞一样地投进去 你说人家镇子里 还有几个大坝走过去 你说咱这儿 你说这个小村子里 哪有什么游客 是 你说得对 对吧 你看 父母啊 老是能够为儿女 考虑得更多共长远 对 我爸妈也这样 你看 要不 还要他奶喜欢你呢 你这个阿妹啊 了不得 脑子好使 说话呀 好听得很 嗯 叔叔啊 嗯 你那个 你跟我说这些呢 是就想跟我唠叨一下 还是想让我劝阿妖 回北京 就是这个 你说啊 阿妖回来这几年 这个 啥好说也没捞着 村里有啥事都找他 走心事是一大堆 你说那个谢和顺 他那个什么调查 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这 这 搞这个这个这个民宿啊 和他有什么关系 人家小黄 人家是领导 人家得管 嗯 可是现在一出事都找阿妖 嗯 那什么事呢 是 可是阿妖投入了这么多 对吧 现在眼看着基础建设都起来了 那他现在走 那不是半途而废吗 他可以喘出去啊 那愿意接手的人 他应该也是看到了 他这么做的价值 对不对 这么说也对啊 嗯 这 这不就个 这不蚊子就撞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蜘蛛网上 这飞也飞不了 这走也走不了 你说他图啥呀 谢叔叔 我要不然给你讲讲 我的情况吧 行啊 你看啊 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一直在北京工作 酒店行业呢 特别忙 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 你心里也会有一种 成就感和价值感 是吧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还是机械的工作 你看我工作十几年 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 想着赚钱 买房 买车 是吧 这样呢 就能在北京住下来 就定居了 然后你回老家的时候呢 在亲戚眼里 你就特成功 对吧 特优秀 也能成为鼓励下一代 好好读书的这么一个榜样 好 多好啊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 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比如说 你看啊 比如说我就只能活三个月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到底想做什么 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 我想干什么 这些我没想过 我不知道 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但是 阿瑶和欣欣不一样 你看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 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 我就特别羡慕 特别佩服他 你看他们 就没有只想着自己 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 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 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 更远的地方 那是哪儿嘛 那不就北京嘛 哪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呢 有啊 那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后的云苗村呢 到时候 所有的人都不用 再为了打拼 为了赚钱 辛苦地出去 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 离开的人哪能回来 能啊 那村子建得好就能了 一起建设守护家乡 是不是 那所有人都能够 装有所用 生有所养 老有所义 叔叔 您和阿姨啊 这么辛苦 赚钱让她读书 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她现在 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 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您当时离开的原因 就是她回来的原因 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她 鼓励她 信任她 好